戴口罩前甩一甩,能甩掉致癌物 这两天,一段声称口罩消毒残留物是一类致癌物质 用口罩前要抖一抖的视频在微信群里广泛流传 视频里,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给大家科普了口罩残留还阳乙丸的情况 并称还阳乙丸是一级致癌物 经检测五款口罩都有还阳乙丸残留,虽然符合国家标准 但是最好在打开包装后,把口罩在空气中甩一甩 可以让还阳乙丸数值大幅下降 那么这道工序,真的会导致还阳乙丸残留,影响健康吗? 就这个问题,记者联系了相关专家 对于影响健康的问题,杭州市食品药品检测研究院医疗器械检验所所长萧海龙认为 完全不用有这种担心和恐慌 还阳乙丸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化学是石C2H4O 英文名称ethylene oxide,简称EO 它确实是一种有毒的致癌物 可以用来制作杀菌剂,被广泛地应用于洗涤,治癌,应染等行业 我们平时使用的口罩,一般都经过还阳乙丸杀菌的工序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工艺流程 萧海龙说,和一般人的理解不同 口罩的还阳乙丸杀菌,不是先杀菌后包装 而是完全形成了初包装以后 最少室内包装包好的情况下,进行灭菌 还阳乙丸气体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 也就是说,包装好的口罩杀菌丸 还阳乙丸依然可以挥发出来 口罩在进行还阳乙丸杀菌之后 厂家还会有一个经过验证的解析时间 是主管部门必查的 之后在口罩出厂时 还会进行还阳乙丸的检测 必须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小于十微克每克 而所谓的一级致癌物,听起来很可怕 实际上还阳乙丸这个毒性 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甲犬比较近似 并不是存在就会让人中毒 而是达到一定的量才有危害 一个口罩,从包装好到还阳乙丸杀菌 然后在厂里经过解析时间 在出厂,仓储,运输,销售 直到到消费者手里 至少要经历一个月的时间 而还阳乙丸本是一挥发 出厂时已经符合国家标准了 再加上这么长时间的挥发 存在残留并且危害健康的可能性 真的是微乎其微 另外,肖海龙认为 网传视频里工作人员穿着白大褂 表现得很专业 这样的行为值得商榷 容易误导普通消费者 引发恐慌 测EO,还阳乙丸残留我们有很科学 全球通用的方法 我这个产品到底有多少EO残留 你用气象色谱的方法可以辨识出来 不需要这样误导消费者 著名的医疗科普账号丁香园也发文表示 希望不要因为这样的视频 导致民众好不容易养成的戴口罩习惯发生动摇 抛开剂量谈毒性 都是耍流氓 北京日报今天就此事 采访了朝阳区疾控中心消毒科副主任医师朱林 他表示 我们日常佩戴的医用外科口罩 不存在还阳以完残留物致癌的威胁 对于正规企业生产的口罩 大家大可放心使用 在医院 医护人员是不会在佩戴口罩前先抖一抖口罩的 因为口罩从包装里拿出来 是一种无菌的状态 医护人员不会刻意把它在空气中进行暴露 对于普通市民 如果通过抖一抖 晾一晾的方式可以让您更安心 那一般情况下这么做也不妨碍口罩的防护效果 此外 购买口罩要选购正规企业生产的产品 小租房产品可能存在原料 生产工艺缺陷 导致产品不合格或细菌超标 正规企业生产的口罩 消费者大可放心使用 关于换口罩的瓶次 建议一天换一个 中间如果要摘下来 可以找一张干净的纸巾把它包起来 或悬挂起来 最后对于呼吸道 消化道疾病的预防 紧带口罩都还不够 一定要注意手卫生 口罩不是万能的 勤洗手也是一道重要防线 目前最初发布单位的视频已经下架 不过网上还流传着大量转发的视频 也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担心 继续坚持戴口罩的好习惯